我可以跟各位保證 非常負責任的跟大家報告 我完全不知情 我完全負起這個責任 我現在在這裡鞠躬道歉 我身為民眾黨的黨員 造成黨的生意 受到如此大的傷害 我也會向黨自行處分 我也會完全接受 黨給我最嚴厲的處罰 今天佩姐要在這裡很負責任的說 關於不加班這件事 我完全不知情 這什麼鬼東西啊 這個金句是在昨天 柯淨辦的這個 一筆爛帳當中的記者會 被冒出來的 一個財務的大臣主管 然後說 我要很負責任的說 我通通不知情哦 那你當大帳房是在當心情愉快 當身體健康的嗎 我們還是請財務長 當時的李文宗財務長 來跟大家進一步的說明 各位媒體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李文宗 我是擔任這個2024柯文哲 吳馨營總統大選起研的財務主管 各位看到這幾個箱子裡面 待會各位也可以去看一下 我可以跟各位保證 這裡面的箱子裡面的 每一份的憑證都是由我親自簽合 所以我是競選期間的財務主管 那一樣的 每一筆的單據 憑證 也就是說 我們銀行的進出 每一份都是有根據的 所以銀行收到多少錢 會給誰多少錢 每一個都有憑證在這裡 這是我要首先跟大家報告的 第二個 各位也許會問 這個我們為什麼會委託給 會計師 其實我們財務部門的能力真的很短缺 在競選期間裡面 實在有太多這個事情了 也非常的琐碎 那我們相信專業 我相信我們再厲害 我想 會計師一定比我們厲害 所以呢 在我們 我們就拜託他 有關帳 很完整的帳 交給他 麻煩他跟監察院 來做登陸的工作 所以監察院 在登陸的溝通上 也是跟會計師事務所 這也是第二點跟大家報告的 我想再度強調 這裡面就是所有我們的收入跟支出 我們非常非常珍惜每一份的捐款 所以我們也尊傑來使用 所以這些憑證都在 當然我也相信 這個專業的會計師 會如實的登陸在監察院的系統裡面 但是很可惜 出現了這些短差跟漏暴 那我現在在這裡 非常負責任的跟大家報告 我完全不知情 但是 身為這個財務長 沒有做財務部門沒有盡到 二次查核的責任 在這裡 我也要向支持者和合作的廠商 鞠躬道歉 我完全負起這個責任 而且我身為民眾黨的黨員 造成 黨的生意 受到如此大的傷害 我也會向黨自行處分 我也會完全接受 黨給我最嚴厲的處罰 謝謝 好 那麼接下來這個時間 我們就交給 黨主席 同時也是身兼候選人的 柯文哲 來對大家 進一步的說明清楚 現場的媒體朋友 還有在網路上看直播的朋友們 大家午安 大家好 這兩天 相信很多支持者 看到新聞報導都感到非常的憂心 對於我們在監察院 政治獻金 申報的資料是錯的 會感到震驚 其實我也相當緊張 我知道說 事情的真相 絕對不是電視上那些名嘴 側翼在講的是那樣 但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在第一瞬間我們也不知道 所以我們利用在 週末假日的時候 把我們競選團隊 過去有關的人員找回來 利用假日 徹底的清查 因為這幾天的這種努力 現在才有辦法在這裡跟大家報導 二零二四年這一場總統大選 我 感謝美筆小樂捐款 也因為有這些捐款 我們才可以撐到足 我知道大家會捐錢都是因為 希望說台灣可以更好 也希望說柯文哲有機會來改變文化 所以才有這些捐款 所以才有這些捐款 今天調查的結果顯示 我們現在所有的支出 都有憑證 都用在選舉相關的事物 更重要的 他沒有跑到任何個人的口袋裡面 但是為什麼還是發生這件事情 我們整個那種燈打的業務全部外包 就會很便宜形勢 你知道沒有一筆一筆輸入 最後就找那個最大筆的把它灌進去 造成今天的這個錯誤 這次總統大選 是台灣民眾黨成立以後的第一次 其實我們很多還是在摸索 也沒有經驗 我也認為我們可以做得更好 其實這種在監察院的登陸 這種錯誤是不應該發生 那既然已經發生了 我們會用最快的速度 再去監察院補證資料 我們會從錯誤中學習 也會用最高的標準來要求自己 我們一定會繼續努力 繼續進步 這才是負責恩的做法 我會保證我們一定會繼續努力 我們不會被任何挫折計劃的 我們會繼續努力的 好 謝謝大家 好 以上是今天我們針對這一次 所大家外界的疑慮 我們逐一來說明 我們要很重視強調 我們的每一筆政治獻金支出 都用在選舉事務相關 沒有進到任何一個人的口袋 先來吧 請教人